中国大陆26号的本土病例又来到了162例 一连两天创下了今年新高 而当中的疫情热点就是在古城西安 也是连续两天单日确诊病例达到了150例 而且这些确诊者的足迹包含了市场 等人潮密集区 显示疫情可能是继续延少 西安古楼前方消毒车一辆接一辆 正展开消毒作业 这头还有大批清洁人员徒步喷洒药剂 任何死角都不放过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26号晚间6点一到 全市门窗紧闭展开地毯式消毒 整个作业持续6个小时一直到晚间12点 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 全是因为当地疫情仍十分严峻 新增确诊病例200例 其中本土病例162例 包括陕西152例 其中西安市150例 根据官方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 26号中国全国本土病例又来到162例 一连两天创今年新高 当中疫情热点西安虽然采取最严格的封城措施 但也是连两天确诊病例达150例 且这些确诊者足迹 包含市场等人潮密集区 显示疫情可能持续延烧 但中国防疫专家张伯利却乐观看待疫情 一月中旬左右能把它阻断 到这个一月二十几号能够把它整个控制 张伯利说西安目前已完成三轮普筛 抓出许多隐藏病例跟社区感染者 虽然接下来几天确诊数还会持续走高 但不必恐慌 持续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并减少外出 一月底疫情就能得到控制 安心过好年 温宋宾